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了这么一句 人家断了电了 这事赖不赖你 这事我确实我个人没有想到 确实没想到 那也确实它实际的情况也是真实的发生了 那让我非常感触的就是说 在与此同时出现在叙利亚 叙利亚政府军使用了化学武器 那现在呢 截止到现在知道大概死了70多人 其中20个人是孩子 那其中那些 我看他在ABC的报的新闻中 拿那个相应的一些化学武器 那应该是拿一些消毒的东西 那些孩子就躺在这个 躺在这个马路上 然后就拿那东西 为了给他消除 那个身上的东西吧 那孩子可能有一张视频 就是眼看这孩子就死了 因为他出不来气 这是同时发生的事情 那在叙利亚呢 这种事情呢 这件事情在联合国呢 已经召开了紧急联合国的 这个安理会的会议 中国会怎么表态不知道 但是在过去时间里 那中共的政权 袒护叙利亚政府军政府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把杀人呢 作为一种利益的权衡的筹码 把杀人作为一种利益权衡的筹码 我们看到中间的故事 所以连在一起 在国际社会中 与他同样的这样的人 在做这种同样的事情 而在国内呢 那如果在卢州真的是停电 真的是因为我们 在节目中提到这点 他就真停电了 其实他反映出了一个 很实际的概念 中共体制 就是在这个权力系统中的罪恶 任何一个人 只要依附到这个权力系统中 他就即刻变成一种邪恶的一部分 那我们看到的 不是一个简单的黑社会 我看有的学者说评论黑社会 我觉得 我觉得谁把它评论成黑社会 就是中国共产党 对你洗脑的一个反应 它不是黑社会 那要讲这件事情 反映出是黑社会的品质的话 黑社会的概念的话 你把黑社会侮辱了 它是一个纯粹中国共产党 那种邪恶式的一种 在人间系统性的表现 在这个整个卢州这件事情 包括它停电的做法 都是利用了手中的权力 第一 第二 利用了社会的 用社会的稳定的说法 对吧 第二 第三 那不能给党和国家人民添麻烦 不能给人民添麻烦 这是第三 第四 动用了整个军人 警察 国安 政府的所有的力量 与普通人作对 那也就是说 那今天换个角度来讲 如果封网和停电的方式处理的话 那作为卢安来讲 就像一个 卢州来讲 就像一个监狱一样 中国的社会就像监狱一样 在监狱里面 有 那一个被 就是怎么讲 被监禁的普通的人的孩子 被狱卒打死了 然后呢 这些这个监 同样被监 在一起的人不干了 说监狱起码也得有规矩 然后就 就大家不干了 要寻求公道 当寻求公道的时候 在监狱里面的一切 以稳定的方式 就以 以这种屠杀和掩盖真相的概念就出现了 就出现了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这么 如果 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就知道 法律 一切这个维系在这个国家和社会稳定的一切机构 机构啊 它的结构当中的机构 人员 以及包括那些 所谓的法律 都是透显着邪恶本身的成本 法律的本身是公正的 但用在魔鬼的手里就是邪恶的 一个刀是用来吃给人们做吃的的 对吧 用在杀人犯手里面就是作恶的工具 杀人的工具 是一个道理的 是完全一个道理的 社会需要稳定 社会需要公平 社会需要公义 对不对 那稳定 公义 所有的一切 当用在一个邪恶的人的嘴里面 邪恶的权势的手里面的时候 他就是作恶的工具 他是杀人的借口 他是魔鬼的帮凶 所以不要被这些 我个人以为不要被这些说法所诱惑 而是你知道看到生命的本质 其实就是我说的 人要坏了全坏 一切全完了 就是这么回事 那提到人要坏了全坏了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 我们可以做个对比了 今天是中秋节了 对不起 今天是清明节 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在国内呢 已经到了六号了 六号呢 习近平按道理说 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佛罗里达 那他跟川普要谈到的 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朝鲜 就是金三胖 金三胖在昨天给他们放了礼花 这个又弄了一个导弹出去 60公里啊 掉到海里了 那美国国务卿的答复 我觉得非常直接了当 我们什么都说了 没什么可说的 那我们什么都说了 没什么可说的了 剩下就是下家伙了 那那就没什么可讲的了 这句话讲的很充分了 因为他们该努力的 所谓美国人该努力的 该做都到位了 就剩最后跟习近平谈了 而作为这个金三胖来讲 就把他们俩给尿了 你可以把他们俩尿了一说 也可以说把他们根本不尿 他们都成了 这个尿和不尿的意思 这话不好听 这是北京人的说法 就是说金三胖根本不搭理 根本不买习近平跟川普的账 不买习近平和川普的账 那也就是说 在金三胖的手里面 他认为这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在他手里都有短 或者说他有足够的威慑的力量 能够抗衡他们俩对他的威胁 中国和美国对他们的威胁 他们也吃准了 打起来肯定他会输 但是他也想明白了 我只要闹得更凶 你就不敢打我 纽约时报登了一篇文章 在这个网络上 在网络上有一个卖化学品 有一个人发了个广告 是卖化学品的 在中国的网络上 我不知道是在哪个网站 他说叫卖锂 锂啊 金属那个锂 李六 卖这东西 然后他评价说 除非这种东西没人买的 他不是挖耳头眼的 他说卖这种东西呢 只有冶金专家会关注的 而李六干嘛使的 他说一年呢 可以提供二十吨 二十公斤大概是 二十二公斤 一年可以提供二十二公斤 有电话 而李六干嘛使着 李六 是可以把小型原子弹 转变成爆炸威力 超过一千倍的轻弹 纽约时报的记者 透过他提供的信息 追过去 这个人的电话 他说应该是 朝鲜驻北京的大使馆的三密 那卖这东西 我们就不知道 他是不是牵扯到核扩散的 核原料扩散的问题 对吧 第一个 第二个 他在什么一个环境下在卖 第二个第三个 朝鲜已经有能力制造轻弹 而金三胖确实自己讲过 说他们试验过 试爆过一个一颗轻弹 成功了 但只不过在西方的社会的 监察的背景之下 认为应该他没有 因为没有一种 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里面 突然出现热量增加 因为轻弹的杀伤力远远超过原子弹 但是 李六 是 把小型原子弹 转制成轻弹的关键元素 那 这个东西有 但是你会说完有数了 当你发现你去找这个 他提供的地址什么 你会发觉没有 可是 透过这个电话号码 打这个电话号码也没人接 可是透过这个电话号码 最终他们追寻到的 是朝鲜的 驻北京的三名 金三胖 有轻弹 金三胖有轻弹 有原子弹 有导弹 那 三八线 朝鲜一侧距离首尔 只有50公里 而它 核武器的试验场 距离中国的边界 70公里到100公里 就足矣了 投鼠忌器 恐怕是今天习近平跟川普 共同面对的 那 而作为他 作为金三胖 威胁中美两国 就是以 人的生命为底价 进行威胁的 那你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 这就是一个 这它透显出的 就是一个邪恶了 那从相当的概念角度来讲 因为在 在这个 金三胖今天 释报 这个又飞了一颗导弹之后 它是从东部的一个 一个沿海城市 发出去的 那 美国 日本人已经 明确表态 日本的首相 非常明确表态 它将尽一切可能保证 日本国的 国民的安全 与韩国和 美国 结为一种 联盟 那韩国就不用讲了 所以 如果川普在 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 真正的单挑了 金正恩的话 那 我们看到的 概念就是在 整个东亚地区 它是陷入一种 不可预测的一种 一种 时间 一种概念 不可预测就是 一旦川普决定去打朝鲜 因为 他没有别的出路了 要不然你就不打 你不打 你将 直接 永远被 被这个金三胖这么威胁着 永远被金三胖 以这样的方式恐吓的 两个都是软弹 习近平是软弹 川普是软弹 你打 打的结果 就是在开打的 那个前面的一定有一个相应的约定的时间 一个小时也好 两个小时也好 也就是说 在多长时间 美国人 韩国人 日本人 在第一时间里 能够摧毁掉 朝鲜的核武器的装置 和摧毁掉 和斩首行动 使得金正恩 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是如果 美国人打的话 他的核武器的 原料的储藏地 和他的试验场 距离中国边界 只有七十公里 那打起来 七十公里 就是毛毛雨 那你就说不好 是和不是了 对不对 你可就说不好 绝对说不好 进入不进入中国境内了 那是飞机啊 那是 那作为美国军人来讲 他以最大的可能 最准确的可能 要在 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销毁掉 使得那些核武器的东西 失去它的功效了 对吧 那 七十公里 在这种打击的背景之下 你说他算不算 误差的范围之内 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就今天 2017年 走到了一个 怎么说呢 冻豆腐没法办的一个 现实的环境 所以 这件事情反过来 就成为了习近平 与川普会面的 一个关键的问题之一 那 因为从 从结果上来讲 可以看 可以说 他没有任何其他处 只能打了 另外一个就是 与习近平在 在这个 熊安县的这个 应该叫熊安 熊安新区 熊安新区的概念的 应该讲说 在我的眼睛里 认为 当习近平推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在4月1号 推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第一个 非常明确的意识到 习近平在中共最上层 他的计划筹划的过程中 他的保密程度相当高 保密程度相当高 第一个就是 新安新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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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安新区 是否经过政治局和 经过政治局这样 中共党的权力体系讨论过 我不知道 因为 他讨论 从新安新区本身来讲 他的户口冻结 应该从去年就开始了 那也就是说 他相应的做法已经在做了 可是呢 并没有透露出任何消息来 在任何微信微博 哪儿 没人知道 对不对 如果知道的话 不会在头天夜里 去了那么多 抢着买房子的 这是 这是一个观念 就说 他的消息封锁 非常的 甚密 走路不了风声 那是不是习近平 对中共上层掌控了 而掌控的 方式方法在什么 如果他是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角度走的 从全国深化改革小组角度走的 从国务院的角度走的 他就甩开了旧有的领导体系 习近平已经在这件事情上 抛弃了旧有的领导体系 也就是说 刘云山张德江可能 他还是在这个官位上 可是在 在这个 在这个 雄安新期的这件事情上 他们都没资格知道 没资格知道 在相当层面的官员当中 很多人不知道 那里面推代表着 作为习近平 他推行着一个政治强人 推行着强人政治 以他的个人意志为 为宣导 以他个人意志为宣导师 他选择了哪些人知道 就哪些人知道 对吧 因为在那个地方 什么都没有呢 这个做法 就像2013年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 就像 2015年的 9月3号大阅兵时 他突然宣布 再裁军30万 没人知道 这是强人政治 对吧 有人开玩笑吗 说他 说在2017年 一个老人 在北京的边上 在中国的北方 画了一个圈 是就画了一个圈 那在这种画圈的做法中 他真正开始进行了 他自己的治国理念 不是反腐 这是治国理念 这件事情呢 硬在了这个愚人节那天 卢州打死那孩子 愚人节那天 愚人节这天 而同样在愚人节这天呢 我们看到的是 证明杂志 披露出来的消息 王岐山 统领了 统领了 十九大的 这个监察 督察的小组 任组长 清查 十九大的 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和中纪委委员 要求所有这些人 在十八大 十八届七中全会上 向组织申泡 自己 配偶 子女 相关的财产 婚姻状况 国籍状况 国外资产状况 也就是我们说的 公开公式财产 在十九大上 所有这些 进入十九大的 这个这个 所有进入十九大的 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中纪委委员 必须公开公式财产 我早跟大家说过 这是杀手锏 你记住 他针对的是 他要求这些人 披露内容的人 是在十八届七中全会 而十八大 是江泽民获胜的结果 而十八大 是习近平 王岐山 无可奈何的结果 是吧 五年之后 所以对于习近平 和王岐山而言 十八大 是他们无可奈何的 今天来五年之后 他们当时也没有权利 五年之后 他们有了权利 全 整 整面 封杀十八大 而十八大那些人呢 都是从 江泽民 曾庆红时代 一步一步走到 中共十八大代表的 他们经历了 那么若长的时间 所有人都是 以贪腐的概念出现 所有的人 其实包括他们自己 包括 包括他们自己 他不贪腐 他上不来 对不对 他上来了 当他知道这是一份烂贪子 知道他无可奈何的时候 他反着走了 所以 到了2017年是全面否定 十九大召开 是全面否定十八大 怎么全面否定 针对每一个人 以这种整肃的方式 针对每一个人 就会促成了十八大 十九大 十八大的代表 想进入十九大 就是鬼门关了 是鬼门关了 所以等于是整体的 个个过筛的 在整治 整杀十八大的结果 那这个做法的话 就会促成 你不知道十九大 真正召开 那人到底 还是不是原来十八大的人了 不知道了 已经完全不知道了 所以这是他在 在中共党的最高权力体系中 所作所为 已经就变成了 会把整个中共中央 十八大的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 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加上中纪委委员 这不就整个中共中央吗 他会把整个中共中央给毁了 会做到什么程度 这是我们要看他实际的情况 但这个做法会把他整个毁了 可是这个时候呢 国家监察委员会有了 全国深化改革小组有 对吧 那国家安全委员会有 有人大 有国务院 有军队 这国家正常运作的 这就是我早跟大家说过 他否定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的 中共中央的权力 在这个国家体系中的全面掌控 用新建立起来的整个国家体系 来顶调整个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 所以用国家的整体的管理权力系统 来代替中共党的系统 做完了2017 那这是都是在同一时间 愚人节这天出现的 所以他又出现了一个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是为了恢复北京的帝都 真正恢复北京的黄都的概念 那如果你看过日下旧文考 如果你看过地经景物略 这是在清朝时期 留下的两本两套北京地方志 日下旧文考我印象中16本也不是12本 那它是在康乾盛世期间开始寄述完成的 寄述了北京天文地理人文民间 民间艺术 整个作为北京地方而言 它包罗万象的整体社会的一个记载 非常的 其实你看的东西就非常好看 那这个地经景物略呢 就比较比日下旧文考稍后一些 我印象中它是单本的 但描写北京城市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道理 非常的那种生命 整个这块土地 就是一块生命的土地 一切都是活的 那而作为北京城原来的北京城 它所留下来的是曾经的几百年的辉煌 如果你往前推的话 那燕都就是北京 对吧 如果你再往前推的话 先有坛哲 后有这个芥台 先有坛哲寺 后有北京城 那北京西南郊的 应该是西南郊的坛哲寺 坛哲寺跟芥台寺呢 距离不太远 先有坛哲寺 后有北京城 北京城最先出现的是佛家 是佛家 那要讲起来就多了 而芥台寺呢 北京中国所有的和尚 在乃家庙里做主持 得到芥台寺原来做法事的 那是这么个说法了 所以你联想一下 我跟大家介绍过 习近平在镇定 他在镇定做县委书记的时候 他自己主政的恢复了 镇定的在中国佛教中 重镇的一个作用 他恢复了包括 特别是林祭祀的 整个寺庙的建设 和重新的这种文化的恢复 宗教的信仰的恢复 而林祭祀是禅宗 目前禅宗最主要的代表的一个门派 我们介绍过你 也就是说 在他的内在的理念中 他有他的生命理念 他才这么做 他当初在镇定这么做的 今天他到北京城又这么做 建立雄安新区 就是把人弄出去 恢复北京城古有的风貌 有人说 这可能那变真成皇帝了 你可以那么解释吧 我觉得也就是说 你可以那么解释吧 有人把皇帝可能当跟民主 是对立起来的 对吧 我觉得都是行人上学 英国有女王 她是民主的 日本有天皇 她是民主的 美国是总统 她也是民主的 比利时有国王 她也是民主的 西班牙也有国王 荷兰也有国王 对不对 到了澳大利亚 她没有国家主权 到了新西兰 没有国家主权 加拿大没有国家主权 她们家首脑是美国 是英国的女王 来自一个共产党宣传的 这个国 这个主权为上的 国民 拼命的往那些殖民地跑 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跑到澳大利亚 好的 这些国家多少 你为什么跑到殖民地去了 你那头还在呐喊着说 香港回归了 这是主权的象征 精神分裂 没跟你说 行人上学 把人家 什么叫行人上学 你让我说就是 在学校学到的某些观点 或者是在中共体制之下 被灌输的观点 灌输到自个儿这个肉 所形成的所谓的思想里面 去扼杀了自己 生命本来的真实 你的灵魂部分 这是我的看法了 所以 那无论怎么样 她是这么走的 现在看起来 不在新都下 她就画了一个圈 什么都没有那里头 对不对 她就画了个圈 所以这是她的概念 因为这是她 在了四月一号愚人节这天 她拿出了她的治国理念 这是真正的治国理念 这是在了 所以往里头炒房子 这都是冲着钱去的 冲着钱去的 发财去的 跟她的概念是有距离的 这不是当年的深圳 也不是当年的浦东 不是当年的深圳 也不是当年的浦东 但是呢 她的做法 在这个国家宪政体制当中 她产生的作用有类比 有类比 所以习近平是非常特别的做法 有一个生命理念的人 他才不管你骂他什么 他自己很清楚 那才这么个人 在明天4月6号见川普 纽约时报登了大概几篇文章 三篇文章 提到三个人 三篇文章 三个人对这件事情 对川普见习近平有很深刻的影响 非常有可能 一个就是郭文贵 这个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 写郭文贵可能是暗藏的搅局者 我觉得这个有点说大事了 胡说了就 而写这篇文章的人 他就是当年在这个 在这个 应该是2012年 他在彭博社 6月28号 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打击习近平的 有关习近平家族的财产 就是这个人写的 没有第二个人 也没有第二份资料 你放心吧 就这么回事 都是瞎扯淡 如果这东西要是 没有来头 真是一个像一个正常媒体 被披露出来的 他不会现在表现出这种状况 对不对 那习近平折腾五年了 那大家伙这么热点 得折腾出他多少东西来了 为什么就他一个人 就在那段时间 写了那么一点东西 再往下 再稍贵几乎一点东西 都几乎出来呢 对吧 这就这么回事 你让我说就这么回事 所以这爷们呢 这爷们后来 被彭博开除了 他转到香港 被彭博开除了 然后又到了纽约时报 因为纽约时报有个搭档 那个人叫大卫 大卫呢 在他在这个姓傅的 这个人写习近平的时候 那个大卫在纽约时报 写的温家宝 10月26号 2012年 所以这是当时 为什么 为什么叫江泽民获胜呢 因为习近平 遭到了彭博社的打击 文家宝 遭到了纽约时报的打击 胡锦涛 遭到了英国 星期日 泰晤士报的打击 所以你看到的 当时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汪洋 汪洋是温家宝代表 而根本没有擦上标 没进去 遭遇了滑铁路 可是今天 习近平是带着汪洋 去见川普的 跟随习近平 见川普的 只有汪洋和王沪宁 还有李战书 所以汪洋是他 习近平未来的 可能是一个 真正真正在这个政府中 可具有实权的人 这是很有趣的 也谈不上很有趣 他就这么回事 所以这个姓傅的这个人 又转到纽约时报了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可能 可能这个 郭文贵是个搅局者 他写了很 他主要是写了这个 海湖庄园的来历 然后写了郭文贵 是这个海湖庄园当中的 Member之一 会员之一 郭文贵要交多少钱呢 20万美金 20万美金 他的会员是有限定的 只有500人 所以你看到的郭文贵 曾经在推特上拿出的照片 是因为他是这个 贵族会员当中的一个 那他提到的搅局就说 是因为 郭文贵作为会员来讲 要来到这个海湖庄园的话 是应该不受阻碍的 对吧 是应该不受阻碍的 因为他是这个Member 所以你们家开你们家的会 这那里是美国 你们家开你们家的会 我该来是我来 这里面我 我是有一份的 那他所以这篇文章写的很 我觉得有点很水货了 就是说郭文贵会不会 会不会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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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觉得 他就是因为他你不能阻止他 我觉得就是太水货了 太水货了 那这种表面 郭文贵什么会都得不着的 如果他真去搅局的话 他什么都得不到 对吧 但是郭文贵在这一次突然露面的背景之下 完全是倒向习近平 支持习近平 那郭文贵有目共睹 是另完成之后的 最主要的外逃的 现在的有钱人 那郭文贵会不会利用这次机会 与习近平有交往 我倒觉得这是 这不能说这不是个机会 而不是什么搅局者 而是他因为他露面之后 一直推崇相信习近平 那如果他借助这个氛围 和借助他现在是庄园的 是这个庄园的member 利用他自己的渠道 与习近平有所 哪个五分钟见个面呢 或者说递交个什么东西呢 他有他的取向 我觉得这是可行的 人家的身份和人家的能力 人家的那个层面 够这个层面 对不对 你不能说这 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 如果郭文贵想解决问题的话 如果郭文贵真的像他所说的 对习近平抱有信心的话 那就取决于习近平见不见他了 或者说习近平接不接他的东西 因为有些 有些维权人士要到佛罗里达去 又去接习近平的专车 可能是这个 那是马路上的抗议的事情 那作为郭文贵来讲 他是有这个 所以我不认为他是个搅局者 而是习近平来到这个庄园 对郭文贵是一个 是个机会 如果他真想做什么的话 我以为是个机会 他的见面的机会 或者说递交他的 他的 怎么说呢 这件事总是个处理吧 因为郭文贵自己想处理 如果郭文贵不 为什么我说他对他是个机会呢 郭文贵今天拿出了 拿出了这个李友说 为什么得了癌症的原因 我昨天有期节目提到说 忘了昨天是前天 我说我看到郭文贵拿出的 李友的诊断书 李友的诊断书 那我当时看那个内容和郭文贵 会写内容我提出 第一他这个这个李友在这个三零一院的诊断是对的 那个人梁平应该叫是个女的 那主任主任医师是在 是在应该我我我不懂叫什么化疗史啊 放疗史 确有期人 但是他后面提到的姓赵 请了一个赵主任 要给他进行第三次器官这个肝脏移植 我说没有 在309医院 301医院 这个这个有关全军的器官移植总院当中 就没有一个姓赵的主治医疗 主治医师 器官移植的 没有 那今天他拿出来内容 我注意到 郭文贵先生在他的说 李友为什么得了肝癌的文章中介绍 再谈到这个第三次肝脏移植的时候 郭文贵先生写的是 是来自于外单位的姓赵的主治医师 要主持第三次器官移植 这是他说的 这是郭文贵先生自己说的 你现在可以看 而里面通篇介绍内容的就是 李友找女人吧 吃什么海狗啊 找女人呢 我觉得就瞎掰 我个人觉得瞎掰 北京原来有卖那个乱七八糟的 叫什么鞭肉 钱肉 专门开那个馆子的 不是今天开的 20年前就有 生意火爆 李友吃 我看有钱的都吃 对吧 所以我就说狗熊掰棒下掰 我就不相信有什么草根富豪 说实话 这就是一个 什么叫草根富豪 他跟官在草根富豪里的说法相当的有一种自卑的成分 就将红二代 红二代一样 就觉得自己的爹没有 没能没跟上吗 你只能自己奔命吗 自己奔命奔成了 然后就觉得因为凸显自己的成功吗 把叫一种草根富豪 包括很多朋友 想成功的人 也护着自己的脸面 也把他们叫做草根富豪 是因为自己想成红二代成不了吗 对不对 跟肖建华的概念一样 伺候的是红二代 官二代 但他生崽子 他生那么多崽子干嘛 他骂这群人 他说这群什么 笨到奶奶家来 他说我得伺候他 他说就冲这个改种 真的 这是共产党把人摧毁 我跟你说 为什么我觉得非常可怜呢 你有钱的也好 有权的也好 今天吃香的喝辣的全瞎掰 香上嘴臭肉屁股就完了 他关键就是说 你对自己的尊严和尊重 在你的表述中 明眼人都知道 埋态自己 真的 我不骗你 草根富豪 这是埋态自己 对自己不尊重 你的能力就是你的能力 你别加什么草根不草根的 有的呢 有钱的 我跟官没关系 太晚 就是说 旁边的官他们想抽你 真的 多有钱 你的尊严没有啊 你这句话一出来就没尊严 你不如不说 这个体制是这个体制楼 对不对 事实不尊重 想标榜自己 想摘清自己 水货呀 你今天有一万亿美金 你也是个水货 一定记住 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应该如何尊重自己 所以 国文贵先生在这个报道当中 我个人觉得就那么回事了 但是他为什么走这条路 他没路了 他自己讲的 有五个品牌的衣服 每个品牌一年他买七十套 五个品牌呀 一年买七十套 三百六三百五十套新衣服 每年 一年多少天 三百六 所以 国文贵先生 人家是顶级富豪了 在推特上恐怕没有第二位人吧 除了川普自己之外 可能在中国人的推特当中 如此仰仗推特的人 恐怕没有出其左右的 那 他是这么个人 他是这么一个阶层的人 他有他非常完善的渠道 有他非常完善的网络 那他当他转向走向推特的时候 说明他 他所有的一切都完了 他曾经仰仗的一切全都消失了 全都消失了 但他不咽不下这口气 他是一个奋争的人 他是一个搏杀奋争的人 所以在搏杀和纷争的过程中 他推崇 推崇川普 他认为川普是从来不服输的 这是在他最新的推文中 都可以显示出来 所以他提到了包括 他提到了包括 依法治国的概念 包括这个追求正义的概念 包括反腐的概念 都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 他不服输 他不服输 他要抗争 他不局限于 他现在带到海外的生意和钱财 他不局限在 他说我过这日子就算了 他不干 他可以说为了他的家里的孩子 那父母亲为自己的孩子 我完全能接受 那说为自己的员工 为自己的更多的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不知道 因为在今天的社会中 没有个人目的去带去 而为别人做什么的话 没有个人目的 而为别人做什么的话 呃 我的相信点很低 没有对 没有错 不是针对 公共训习先生个人 就像我跟大家讲了 你到 你到王府警 你到长安街 如果现在还有四路公共汽车的话 挤公共汽车 我就这么过来的 没上车呢 骂车上的人 下午六点钟 上了车 踹车下边的人 瞎挤什么你 对不对 没上车的时候 你不能往上极建 那么我还没上你 就这个 公共汽车 那是最底层的人 你下地铁坐北京地铁 同样 对不对 进去的 尽量给自己留点空 是吧 没进去的 玩命几 所以我才说 这是一个社会现象 不是个人的错误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邪恶 把人作为高级动物 当你接受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这样一连串的行为 你就不会对生命有理念 有尊重 你希望别人都尊重你自己 而并没有想过你去尊重别人 你希望别人尊重我 我才尊重你 人不为我天 对吧 天崩地裂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必犯人 你听见了吗 所以这都是这个理论 当在一起的时候 人就这样了 那你让我怎么认为 你一定没有个人的目的 而展现慈悲的力量 太难了 不是谁的错 所以我才说 当这么一个有权势的人 有层面的人 转入到推特上 他没路了 没出路了 当没出路的时候 那今天他在 湖州 叫什么 海湖庄园 习近平来访 他绝对是机会 他绝对是机会 这看他本事了 他的机会就是说 他有机会把他的想法 把他的做法 把他能够知道 就是说 他有机会跟今天习近平有接洽 让习近平直接听到他的声音 对他就是一个出路 没什么敢想不敢想的 如果马路上有人敢去接习近平的做汽车 你有他有什么不敢想说我利用我的身份进去呢 那这我觉得 所以谈不上 郭文贵先生谈不上搅局 但对于郭文贵先生来讲 是个天赐良机 但至于他怎么利用这个良机 和郭文贵先生自己要 真要觉得可行 而去表达什么的话 那是郭先生自己的事了 咱们没能力去揣摩了 这实在没能力了 这是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库师长 纽约时报登了一篇文章 认为库师长真正在左右川普的中国政策 美国对中国政策 库师长呢 是川普的女婿 那而他 我提醒大家 他是个犹太人 在美国的历史当中 在今天人类的人的近代的历史当中 犹太人起了相当神秘的作用 相当神秘 在近代美国的历史当中 从基辛格跟中国打交道 他是犹太人 那这是在政坛当 在美国政府 可以左右美国政府的中心 核心式人物 都是犹太人 到了川普这儿 谁也没想到他的女婿 结果他没想到他获胜 获胜之后 他的女婿 却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 他的女儿为了嫁他 自己改信犹太教 那我们知道 马克思是犹太人 爱因斯坦犹太人 对吧 达尔文是犹太人 弗洛伊德是犹太人 这都不用讲了 好莱坞是犹太人建起来的 华尔街日报是犹太人建起来的 华盛顿牛报是犹太人 这个包括这个 Wall Street也是犹太人建起来的 对吧 那英国的黄金 这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的拥有者 犹太家族 我觉得都不用再说了 这个就是 这是一个有目共睹 而犹太教 转变到基督教 我们可以看到 从旧约到新约 讲的全是犹太人的故事 而犹太人最经典的是什么 绝对的虔诚 对他们的信仰 绝对的排外 在他们的概念中 所以你可以不相信有信仰了 你说我没有信仰 你没有信仰的本身就是信仰 你拒绝神佛的本身 就是信仰的选择 只不过你选择了一个完全的守备 对吧 人跳不出去这个概念的 那库什纳呢 他叫什么崔天凯 是中国驻 美国的大使 库什纳促成了 跟崔天凯之间 跟中国人之间 有着非常 神秘紧密的联系 库什纳 库什纳跟吴小辉谈买卖 当然最后没做成谈崩了 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了 而库什纳 包括他的太太 在正月初五的时候 来到驻美的中国大使馆 来缓解关系 里面都有着库什纳的内在的身影 大家现在公认呢 库什纳是川普身边最主要的外交政策的顾问 他有美国国务卿 但库什纳跟美国国务卿之间的关系呢 好像比较疏远 就是大家没有在一起 所以你在川普去见 其他国家的首脑的现场 你看不到他的国务卿的身影 你却永远看到库什纳的身影 所以这是公认的 就是库什纳应该是非常深的 卷入了川普的对外政策的这么个人物 而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你可以注意到他非常简朴 他跟他的太太 资产大概七亿美金 那比郭文贵差远了 但是他永远是个年轻人的这种细领带 简单的西服 白汉山 永远是 你看看Facebook的老板 永远一个T恤 他们是有钱人 你记住他们是有钱人 而Facebook的老板同样是犹太人 Google的老板之一 同样是犹太人 微软的搭伙者同样是犹太人 苹果的老板死了 犹太人 大家你可以不相信生命了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生命内在的一切牢牢控制的人 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最阿白 在拼命的折腾 你从来没想过一个人的拼命的折腾的本身 就是你被安排的生命的形式 就像我说的概念一样 大肚能荣荣天下难融知识 人傻瓜的脑袋就想 这肚子得大 但弥勒的想法不是不装到肚子里头 你想过没有 这就是人有限的思考 战友的思考 就是装肚子 你肚子再大 他也得有个空间的 但是神佛的想法不是 他不往里装 一切都在我的事业中 我根本不放在心里头 那我想装多大事情 就装多大事情 相生相克的礼 它蕴含着非常深刻的生命道理 一个没有生命道理的高级动物 就是对自己的作范 所以库什纳 他又是非常虔诚的犹太教的人 那这里面 我的意思 这里面有着另外一只大手 生命的大手 在掌控着这发生的一切 它表现在人的层面 表现在现实的环境中 你可以这么说 所以库什纳的 而他那种简朴低调的风范 做法 其实可以把中共体制之下很多官 当他缺少思想的时候 包括很多富翁 只是傻有钱的时候 他就会完全暴露在库什纳的事业之下 完全暴露在库什纳的事业之下 我们做个对比 吴小辉 吴小辉 安邦的老板 对吧 那邓小辉的女儿的 邓小辉孙女的老公 是不是现在不知道 去年11月份跟库什纳谈买卖 一道沙拉 据说是1800美金 纽约时报报 反过来 反过来库什纳要请他吃饭 我能理解 真的会不会 我不知道 但从库什纳的穿戴 做法 低调的做法 打死他 180块钱的沙拉 会不会给 给吴小辉吃 我觉得都是个疑问 买卖就是买卖 这种都瞎掰 风格了 这样的人 他是内敛的 他完全不管外在 只要我做到就行了 对不对 礼貌到了就行了 才不会来那一套东西 就像吴小辉 如果真的是请了1800美金 一道沙拉的话 我问你 他是草根的 还是金龟子 还是红二代 所以这是中国人当中 我觉得需要改变的思考 这种改变思考 就是要剔除中共的党文化了 所以库什纳 是将会起的很决定性的作用 什么作用不知道 另外第三个人 这个人从来没有 没有大家接触过 这个人叫Masheel 他名字很长了 叫Masheel 是今天现在在川普政府中 最高的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官员 他只有42岁 但他是中国通 他可以讲非常流利的中文 原因就是在1998年 是99年开始 他是华尔街日报 驻这个北京的记者 驻中国的记者 他跳过 包括在替路透社和 和华尔街日报都写过文章 他后来他到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他曾经到了阿富汗 打过仗 然后他回来就在美 在在这个川普 后来他写了很多东西 他写文章写的很好 那这个人后来成为了 成为了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当中的 主要的亚洲事务的专家 原因就是他在北京长期工作过 而他在北京 他曾经遭受过国安的殴打 他曾经调查过一个 一个部长的贪腐的案子 在05年 结果去了国安找他 一大嘴巴就抽上去了 他直接被打过 而他在天安门广场 我认为有道理相信 他在天安门广场 亲眼目睹了法轮功学员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被抓的状况 他写在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他在北京在香港 写了大批的法轮功学员 抗议中共的文章 和中共当时对法轮功学员的 迫害的状况 在这篇介绍中 他明确说 他亲眼见到一个权利者 一个国家的政府 政权者 如何欺辱侮辱他的国民 但这个人 随着美国国务卿曾经来到北京 新的国务卿 见过习近平 而这一次他将在川普的身边 同样会见习近平 我觉得就是天象了 会怎么样不知道 我跟大家介绍的 我跟大家介绍的 应容 大家要知道 这其中越来越倾向个人的 个人的生命理念 越来越转向个人的生命理念 被打毁的 被打碎的全都是精英理念 全都是精英理念 它是一种回归 它是一种生命的在认识 但我以为 与我跟大家一开始说的 2017是进化和回归的一年 我个人倒觉得是相当吻合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